人总是喜欢将一些解释不到的事与鬼神扯上关系 不同宗教对鬼有不同的演绎法 无神论者更加将鬼神完全否定 到底是人虚构了妖魔鬼怪幽灵 还是魔鬼施了述 创造了灵异录 HK灵异录会以不探灵 不诽谤 不妖言画众 超越灵异节目界限角度 实行灵异透明化的 希望大家会用平常心去应对人世间的灵异点滴 HK灵异录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HK灵异录 第23集 今集就是想讲鬼域的位置 讲到鬼域 很多人都会问究竟鬼域在哪里 现时有一些科学家他们怀疑鬼域 其实就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大脑对下小小的重果体里面 今集我就想讲一个梦 而这个梦在我印象里 时至今天 其实这个梦已经发了差不多是超过二十多年了 但那个梦到今时今日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而你会问Kimp 为什么说梦 和鬼域有什么关系呢 你听完你就会知道了 在很久之前 那个梦是说在梦境里面 我就去到一间屋 那间屋是一间类似村屋的屋 而屋里面我见到一位男士 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一见到我 就牽着我两只手 很亲切 很意诚的 就跟我说一样东西 就叫了我的名字出来 然后他就说一样东西 他用上海话说的 因为我妈妈是上海人 他就说一样东西 你已经这么大过来 那我就觉得 为什么这个人跟我说这些 在梦境里面 他跟我说上海话 我又说一些不咸不淡的上海话回应他 我问他是哪位 他就说 我知主主 我知主主在 就是广东话的意思是我是舅父的 很久我就在想 舅父 我妈妈的家族是一个大家族 舅父也有很多个舅父 我就不知道他是哪位舅父 我印象之中我好像没见过他 OK 没多久我见到一个小朋友 在他旁边走来走去 一个很小的小朋友 我说这个呢 这样说 然后他就跟我说 这个是表哥 我在想 表哥 我比他还大 有什么可能 如果他是我舅父的话 假如他真的是我舅父的话 我首先 最初我也有怀疑 但我见到他那么亲切 那么热情 我当他真的是我舅父 那我舅父生出来的小朋友 那当然是表哥或表弟 但他这么小 有什么可能叫我表哥 即我要叫他表哥 没有可能 最多是表弟 那我都不明白 这个梦里面很怪 于是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 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在我印象里面 我好像没有 我又没有搭过飞机 又没有搭过船 又没有搭过车 那我怎么去到这间屋 没有情情 我只想来想去都不明白 那好吧 于是我就问他 我说这间屋 我说 我在哪里来的 这样 然后他就说 他就问我 今次来你会住多久 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你来会住多久 那我拗头 我说 不行 因为我说 我一千多度近视 我又没有联络 什么都没有带 没有准备到 我怎么可以在这里过夜 我说不如这样 我回家 把东西再过来 我说 你这个门口在哪里 我发觉那间屋里面 是没有门口的 于是我就问这位所谓的舅父 我说 明正雅爹 那门在哪里 他就告诉我 这里没有门 我说 怎么会没有门 你们那些人怎么进来 怎么出出入 他说 这里真的没有门 你不要问 我说 那你们买东西 你吃东西 我很好奇 一窝蜂 很多连串的问题 我说 你们买东西 怎么买东西 去哪里买东西 你们哪里来的 怎么出去 很多东西 他说 你不要问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我不能说 这些问题 总之这里没有门 我们不能出去 我说 为什么不能出去 为什么这么奇怪 你被人困住了 我就在这里 四围看 他家屋很简楼 那家屋 我看到 还在用一个 绿色的雪柜 那个雪柜 就是好像 这个是网上节目 不要紧 就是一个 一粒牌的雪柜 还是两门的 很矮的 楼上 有个电视机 电视机 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就是一个电视机箱 很阔的 一个box 于是 我再看到旁边 就是一个楼梯 那条楼梯 是很奇怪的 它是石屎楼梯 黏着牆 另外那边是没有扶手的 就是你走上来 其实很危险的 你随时会掉下来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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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能出去 他说 不如我带你上去 这里不能出去 你唯一可以试一下 可能是上天台 我看一看 那家屋 两层是打通的 然后我看到 一个窗 唯一小小的窗 是角落头的天花板 就是 靠着天花板 很顶的 那个窗 就是一条黑色的柱 一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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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以前的监狱 一个小小的窗 一个好像冷气机 那样的窗 但是有柱在里面 一栋一栋一栋 我说 那怎么走 这家屋 没有门口没有窗 连窗 一个窗 那怎么走呢 于是他带我上天台 那我走 经过那条很危险的楼梯 慢慢走 上到天台 我就觉得更加奇怪了 那个天台 就好像城堡监狱 有铁枝 一枝枝 四围 上到天台 我看出去外面 奇景 外面每一间屋 它好像是继木 齐齐整整的 一排 一排 打栋打横 都是齐齐齐的 齐齐齐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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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着某一个空间 某一个距离 就好像 一个城市 是规划了 好像别人种树 每隔一米种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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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像每隔多少一个距离 就建一间屋 而每间屋的结构 即那个architect 建楼的模式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的 上面有一枝枝的棍子 通在那里 我很奇怪 我说 为什么这间屋这么奇怪 全部一排排 我说 没办法 我看一看 只有两层楼高 我说没有门口 不要紧 我看到有水喉通 我想想 不如我爬水喉通 应该掉不死 我跟这位舅舅说 我先回家 我收拾好东西 我再回来接你走 我再问一下 那位舅舅我说 这里有没有的士搭 他说 没有的 我说 有没有公车 他又告诉我没有的 我于是想 车又没有 什么都没有 怎么走 要走路 那没办法 唯有走 在梦境里面 我爬通就下去了 当我一碰到地下 景又转了 全部都是一个草地 绿油油的草地 很漂亮的 而草地上面就有些黄 包满了黄色的花花 那些花花是那些 是那些 是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屋金香 黄色一朵朵 好像荷兰那些 屋金香 黄色一朵朵 那些风一吹过来 当我那段时间 那些房子已经没有了 突然间没有了 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和黄花 那些风一吹过来 我看到那些花是一排排的 我最初以为那些风吹那些花 谁知发觉不是 我看到那些花自己会走路 齐齐齐一排排走 更加奇怪 为何那些花会走路的花花 我真的觉得 简直奇景 为何那些花会自己走路 一排排齐齐齐 一路风吹 那些风一路吹 那些花就从这儿走走走走 一路走走走走走 一排这样的 那我继续走路 走走走走 我就看到 哇 全部 我在想 一望无际 那死吧 我何时才能出去 人又没有车又没有 我怎么办 这样走下去 我会死的 因为没有水 没有粮食 还有天黑之后我怎样 我没有可能再回头 屋都不见了 我又没有回头 也没有可能回头 也没有可能向前走 又不知走多久 正在这个时间 我又在这儿走 继续走 走走走 我就开始见到很开心 就开始见到一条路 一条路 我很开心 因为一条路 就是有人走 有路 就是一定有人有车 我只在等 有人经过我就有救 我这样想 等了很久 都是没有人 而当时旁边 有一个木箱 一间木屋 类似以前的电话亭 那样的尺寸 我打算 推开它 会不会有电话 或者有什么求救方法 有其他 我走到那间屋里 四块都是板 没有门 推就推不了 开就开不了 我没有办法 我继续在那儿等 等下等下 我见到阳光很热 很热 在头顶照下来 我在想 因为那时候 在梦境里 我好像不知是时间 我见到太阳在头顶照下来 我想是中午的时间 中午的时间 中午的时间 很久 我在那儿等 等了很久 人很热 很颈壳 都没有办法 离开那个环境 于是 我又祈祷 我求神 希望可以离开那个环境 我跟主耶稣说 神与我同在 希望祂尽快 带我离开那个环境 等了很久 我见到一个外籍人士 一个外籍伯伯 坐着一个 类似是马车的物体 但他不是马车 他是拿着 就是路仔后面的车 前面的路仔在哪里 在哪里走过 我第一件事 就立刻在想 我当时在梦里 好像连钱都没有 我就在想 立刻做一个 Ritch hiking的动作 想着坐上风车 就这样做 没多久 外籍伯伯伯 就停了一部车 他就问我去哪里 我在想 不要管 哪里都好 Just get out of here 我就上了一部车 坐 那梦就醒了 好了 你会跟我说 这个只是一个梦 好了 这个梦 就差不多 我在初中的时候 发的梦 到我差不多 去到高中那些时间 去到中学 大约未毕业 或者毕业之间 那段时间 有一次 我跟妈妈说了一件事 有一次谈开 上海的事情 我问我妈妈 是否有个舅父 是很高 很瘦的 我妈妈说 是有个这样的舅父 不过这个舅父 已经不在了 她问我 为什么会说这件事 其实我印象之中 我应该没见过她 于是我将个梦 跟她说 最恐怖就是 那条楼梯 有一条很怪的楼梯 那条楼梯 走起来很危险 走来走去 他说 这样 之后她问我 她跟我说一件事 她说 那条楼梯 那条楼梯 最近我们夹了钱 就去收那条楼梯 因为那条楼梯 走不了人 已经破坏了 如果每一年 她说去拜山 就是 如果有些亲戚 去拜山 其实我大部分亲戚 都已经移散到美国 有些在英国 还有一部分 就是在国内 她说 她们去拜山 去掃墓 都说那条路很难走 就 起过夹钱 一起夹钱 就起了一条楼梯 给她 有时我真的觉得 我在想 其实有时真的 是不是 这不是叫做暴梦 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个教徒 然后我也说了 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我就说 但是在梦境里面 有个表哥 我说她有个儿子 是表哥 比我小 妈妈就跟我说 她说 她很年轻 因为癌症过身 那时候 还没结婚 无儿无女 当时 是我一位表哥 是契了给她做契仔 去到那时 我开始在想 为什么这么多东西 那么吻合 我是一位教徒 我不相信 有暴梦 这件事 绝对我不相信 我觉得梦是只不过日常 生活里面 我们的大佬 所产生 大佬在这儿 自编自编自演 OK 工作压力大 就会发 一些很恐怖的梦 你那一阵压力 没那么大 你可能发梦 会开心一点 OK 但是我永远都解释不到 究竟为什么 楼梯和小朋友 说 是呀 我是表哥的 这件事 我是解释不到 灵异录的宗旨 不是去宣扬 一些诡异的东西 而是希望大家可以 理性地去分析 我们日常生活 所遇到的东西 不一定每一件事 跟灵异有关 OK 多谢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